北京历史悠久古迹众多 但只有八个5A景区 其中公王府是八个5A景区之一 公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 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过程 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所以有了一座公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公王府 公王府顾名思义是公王的宅府 那么这个公王就是公亲王一新 这是因为咸丰皇帝将这个宅府赐给了公亲王一新 公王府也因此而得名 但是公王府是谁兴建的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和珅所建 所以公王府最早的主人是和珅 后来大同堪和珅被家庆皇帝定罪 令其自尽之后将这里赐给了庆郡王 到咸丰元年 公亲王才成为这里的第三代主人 是因为当时公亲王驻慈禧正殿有功 被慈禧所赐 于是这个府地被更名为公王府 目前公王府正殿里的银安殿有整个公王府的沙盘 整座公王府的面积有六万多平米 规模是非常的大 它结合了皇室的复礼堂皇和民间的清新典雅 总体上是分为两部分 府邸和花园 整个王府的奢化程度甚至不输于故宫 这是银安殿后面的迦勒堂 正在维修 公王府的建筑分为东路建筑 中路建筑和西路建筑 银安殿和迦勒堂就是中路建筑的两大建筑 加勒堂的后面就是后兆楼 后兆楼是在府邸和花园的衔接处 它也贯连着东中西三路建筑 是一个二层楼 整栋楼长180米 据说有房间108间 也俗称99间半 这个后兆楼的各个房间 就是和珅 对放各种宝物的地方 可以说这里当时的宝贝不计其数 当时和珅被抄家的时候 光搬运就用了将近半年时间 这里大量的宝物 价值据说能抵上 清朝当时15年的财政收入 真的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目前这里除了原有的一些摆设 还有一些文物展览 后兆楼每个房间布局都不一样 据说后窗户形状都不一样 为了区分收藏不同的宝物 参观完中路建筑和后照楼 我们再去西路建筑看一看 西路的主体建筑有两个 一个是宝光室 一个是西进宅 这个就是宝光室 有个很大的院子 宝光室 相当于和珅和亲王的客厅 这三个字是咸丰皇帝提写的 里面都是金砖 不过现在保护了起来 现在的宝光室作为展厅 展示了和珅和公亲王的一生 我们现在了解的和珅 很多都是通过王刚演绎的细说形式 其实历史上和珅这个人物 真的了不起 年纪轻轻就被乾隆赏识 一路高升 获得了很多重要和关键的职位 包括吏部 户部 刑部 三部的上书 还有内务部总管 部军统领等等 几乎相当于半个皇帝了 这里还展示了公亲王一新的一生 毕竟这里叫公王府 我们也在很多电影电视里 了解过公亲王的一生 这是他的真实照片 可以说历史上对公亲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宝光室的后面是西进宅 西进宅是公王府建筑中的经典之作 大致可以理解为和珅的卧室 据说是仿故宫的宁寿宫所建 这里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里面都是由金丝楠木所建 据说现在一根金丝楠木就价值4亿美金 相当于27亿人民币 可见这里是世界最奢华的卧室了 可以说现在的世界首付也买不起 所以来公王府一定要来这个西进宅看一看 现在又来到了后兆楼 后兆楼是连接府邸和后花园之间的一座建筑 这个花园也叫翠锦园 占地2.8万平方米 是故宫的一花园的两倍还要多 花园的正中是个西洋门 仿造了圆明园的建筑 里面融合了江南园林艺术和北方的建筑格局 也汇合了西洋建筑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穿过假山可以看到这里的独乐风 这是一块高达五米高的太湖石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这个石头特别像一个女人抱着孩子 所以民间有传说 这叫送子观音 据传河深有20多个老婆 生的孩子都是女儿 但自从把这块石头运过来之后 她的大老婆就为她生了唯一的儿子 这是花园里的符池 形状像个蝙蝠 符池边上种着很多榆树 榆树的叶子也叫榆钱 所以这里又有福又有钱 整个花园非常漂亮 有非常多的景点 这是方唐水泄 中间是湖心亭 据说清朝 私宅是不允许引入活水的 这个公王府的后花园 是经皇帝特批才引入的活水入宅 霍华园有个小山 山上有个望月亭 公王府也称为万福园 是因为园中处处都有蝙蝠的雕刻和绘画 尤其这里还有号称天下第一符园的符字碑 这个符字碑就在花园的假山下面 据说这个符字是康熙为孝庄太后六十大寿时候写的 孝庄太后得到这个符字后百病全消 就让工匠将符字刻了十杯 成了皇家的宝贝 要知道康熙留下的字是很少的 所以这个符字是非常难得的 合生建这个宅院的时候特意向乾隆要了这个符字碑 这个符字在写法上蕴含了子、田、财、寿、福五个字形 寓意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 五福合一 花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建筑 这个是大戏楼 据说这里还是霸王别姬的取景地 总体感觉这个公王府花园真的比故宫的御花园还要好 前面还有一个大型建筑 这个是安善堂 是翠景园里最主要的建筑 据洪学家周汝昌认为 在和珅的府邸之前 这里从事曹雪芹的家 也是《红楼梦》里大官员的原型 当然这只是他的推测 没有始料证明是或者不是 这里面还有周汝昌的纪念馆 最后再去公王府的东路建筑看一看 东路主要是有多福宣和乐道堂 整个东路建筑有好几个院落 这个就是多福宣 这个就是多福宣 东路建筑还有一个展厅 是来讲公王府和《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的 有不少人认为公王府就是曹雪芹《红楼梦》里 《红王府》和《红楼梦》的大官员的前身 在公王府里游览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可以说公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 历经了清王朝有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 真的可以说一座公王府半部清代史 作为一个北京的5A景区 这里的门票是40元 还是值得来这里看一看的